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忘了我们的文化基因 不要忘了我们的土地 不要为自己去做一个纪念碑 我做这件事我就希望 他能够对得起这片土地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本期演讲者崔凯 请为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健康饮酒 创造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欢迎各位 以我个人做记者 做主持人这么多年 东奔西走的经历来看 目前在中国 从城市到乡村 其实很多地方 都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 变得好像都差不多了 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看到的也许不是你想象中 本该属于这里的色彩和样貌 面对今天城镇化的进程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寻找 属于我们自己的 那个文化的根呢 今天有一位 这方面做了许多思考和实践的 在座很多观众 非常钦佩的心目中的大神 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崔凯先生 掌声有请 崔院士您好 您好 欢迎您 好 幸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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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请坐 请坐 您今天这身 对 我今天还是穿的稍微正式一点 就希望穿一点心中式的 建筑本身就是生活 所以我们对选择什么样的服装 选择什么样的器物 多少带有个人的某一种价值观 对 建筑师style 您平时不会也经常这么穿吧 通常呢 就是比较随便 比较休闲一点 因为我们的工作特点呢 就是我上午会在办公室看图 下午我就坐飞机走了 可能是去一个工地 所以会到傍晚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两点都是图 都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太会穿得很正式 人们对于建筑师 可能不一定完全理解 这三个字的含义 建筑师对于一个城市 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 意味着什么 掌声有请 崔院士为我们开奖 谢谢 非常高兴啊 来到开奖了这个舞台 我是北京人 实际上我小时候呢 就生活在北京的故宫的旁边 周末的时候都会到景山的顶上 去看看北京城 所有这些印象到今天 仍然是对我 在做设计的时候 往往都有特别亲切的这种回忆 后来我下乡劳动三年 这个到农村 到北京的郊区 然后从农村公社里考了大学 一晃啊 我们就从一个热血青年 变成了一个建筑师 一直工作了三十多年 到今天 我们这一代建筑师 应该说 在中国的大地上 设计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也有人说 我是其中 作品最多的一个 但我对这件事 我没有太多的兴趣 核实 但是实际上 我仍然到今天 我都觉得 有一种隐隐的内疚 因为 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家乡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美好 是现代了 很多城市都 三年大圆样 已经过了十个三年 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的日子 还有多少城市 能被人认出来 我经常出差 所以我很喜欢选在 这个靠在窗边的 这个位置 主要是想从空中看看 看看大地 看看城市 我每次看到 这个自然的山 自然的河流的时候 那种形态特别的优美 特别的有震撼力 经过了传统的村落和小城市的时候 你觉得也还可以 那些村子利用山沟 山坡 布局 老百姓的智慧 跟自然之间的那种相处的关系 你能看得清楚 可是当我们飞到城市的上空的时候 你知道 就是这些方格网 就是这些高高低低的建筑 然后整齐的排列 所以真是觉得 怎么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农民那样 或者像我们的先人那样 去重新思考人建筑和环境的这样的关系 我们从西方引来的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和钢结构 我们更多的人关心这个建筑的效率 因为它会产生经济效益 所以这个房子在最经济的时候都是方盒子 最简单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人类进步当中不可避免的这种状态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建筑的应该有的精神意义怎么办 九十年代初 北京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夺回古都风貌 当时要求所有的房子要想盖的时候 不管你多高多大 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大屋顶流利瓦 至少也得加一些流利砖贴出来的小盐口 当然业界的很多建筑师 因为刚刚开始中国的现代化的建筑的进程 他们特别不愿意这么做 被勉强的这么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当中 那个时期的建筑是有一些非常纠结的建筑 它的组合非常不好 建筑师是被捆上了手脚 我实际上在每一次的这种设计当中 都在思考 用独特的一种理解来做设计 而不太想再去概念型的 把中国建筑的符号直接的引用在建筑上 中国太大文化太丰富了 在北京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应该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法 在全国各地 那你看到那么多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时候 你怎么能老用一个中国的大屋顶流利瓦 来说这是你心中的中国建筑 我觉得就显得太担保 我从03年开始 我开始去敦煌 为什么去敦煌 敦煌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是有墨高窟 有非常辉煌的壁画 这些年发展旅游 墨高窟去的人越来越多 大量的人蒸发的汗液 以及带进去的一些空气 都会影响这些壁画的保留 所以如何很好地保护 这个洞窟的壁画 是非常紧迫的问题 最后要选定做一个游客中心 现在叫数字展示中心 让更多的人在展示中心当中 去欣赏洞窟的壁画 当时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是去选址做规划 当时我印象很深 第一次到敦煌 是在冬季 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 沙山 非常的震撼 在墨高窟 对面的一个沙坡上 上面有很多的零散的墓地 是历代的敦煌的守护者 他们把自己埋在这 去守望 这番世界文化遗产 特别感人 当然我们也看到非常丰富的壁画 画的那些天国般的宫殿 那些故事 那些生活 所有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巨大的震撼 我做这件事我就希望 他能够对得起这片土地 对得起敦煌 对得起这些敦煌的守护者 所以当时做规划选址隔了好几年 因为要非常慎重 最终还是选择了离不高窟15公里远 这样一个沙漠的边缘上 我找到了一个跟我自己的价值观 很有关系的一个方法 就是向自然学习 我们放弃了向所有的敦煌的现有的建筑学习 所以我们希望直接向沙山学习 沙山给我们的启发 就是在风的吹拂下 大地像一片艺术品一样呈现出来 而且他那么的耐久 而且他随时在变化 一种永恒的感觉 同时我们也是觉得 怎么能够去反映敦煌的艺术 当然我们觉得 如果用画的方法去复制 那可能是画家干的 或者是装饰设计师做的 我们是建筑师 我们应该用建筑的语言去做 所以我们在塑造这个沙丘的时候 特别在意它的形体的构成 要非常的流畅 要非常的有凝重当中 还有轻巧的那一面 所以当时就通过做橡皮泥 做多次的工作模型 最后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 这一次的实践 使我也发现了一条新的路径 就是如何用空间的语言 而避免仅仅用形式的语言 去反映我们的文化 反映我们城市的某一种内在的精神 一直到2009年 我忽然想到本土设计这个词 当然我并不真正想去说 这是本土中国人应该做的设计 我谈到的本土设计 是能不能找到一种建筑和环境的关系 就是以土为本的设计 当然我后来陆续发展这个思想的时候 也在反复的思考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重新回到文化的主题 去想一想建筑它的文化的载体的作用 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我最近两年在做乡村的研究 乡村的建筑就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就是逐渐在破败 一种方法就是把一片村子全部都改成一样的 跟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些乡村 慢慢变成了这种非常集成化的 甚至是像兵营一样的 看上去是新房子 但是生活质量真正提高了吗 乡村哪去了 怎么样去把我们中国的文化的根基 能够在乡村保持下来 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也使我们感觉心里面很心痛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不仅仅做研究 不仅仅写报告 能不能做一点事情 所以当时江苏的昆山 当地的领导跟我说 我们那有个乡村 要准备做一个文博园 后来他们就给我看了前期的策划 就是把村子整个迁走 然后在这打造一个旅游小镇 然后让游客来 希望上海的人来 南京的人来 我们说如果你要这么做 我宁肯不做 我也不想去 这么去破坏一个乡村 所以我说能不能不拆 他们说可以 后来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 这个地方是昆曲的顾腔 就在这个村子里头 有一棵大树 就是当时元代的一位昆曲的文化人 叫顾阿英 他种下了树 当时他邀请朋友来一起唱昆曲 二十四个聚会的地点 都不一样 换句话说 这个昆曲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能不能用现代的方法 去复原这个场景的方法 让昆曲再回到这个小乡村 所以当时我们就选了几个小院子 实际上就在老百姓房子旁边 在菜地的后边的一个小院子 当时已经没有人住了 而且房子都已经倒了 我说能不能把这几个房子修起来 然后我们做成一个昆曲研锡社 所以我们花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连设计带施工把它建好 在这个秋天的时候 也去听了一场昆曲 如何让文化还乡 实际上比简单的用一种形式 去把一个乡村美化 我觉得要重要 当时刚盖好这个房子的时候 实际上老百姓并不知道 因为他们以为 就是你们又来盖一个会所 当我们这一演戏的时候 老百姓特别高兴 听说最近有些小孩 也在开始准备去学一学昆曲 当时我们想 如果小孩学了昆曲 能够乘着船到这个阳城湖边上 去给城里来的游客去唱唱昆曲 文化就在这过程当中 不断地复兴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因为只有不到1000平米的一个建筑 然后我们花了那么多的精力 一年多的时间 要从经济上来讲 没有任何的价值 对我们来讲 但是我们觉得很值得 所以说到这些 我是觉得就是反过来 想一想我们三十多年来做的事情 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 我觉得就是用这种善意 用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的这种尊重 敬畏去做建筑 建筑师承载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不要忘了我们的文化基因 不要忘了我们的土地 不要为自己去做一个纪念碑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心里面最安定的一件事情 我前不久 我前不久刚刚在冀州岛去参加一个国际论坛 冀州岛现在也有很多外边的开发商去开发韩国的建筑师 他们特别担心他们的文化受到商业的影响会消失 所以我也觉得我们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 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 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大家共同面对的 所谓本土设计应该是一个国际的语境 而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圆其说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蔡燕 谢谢蔡燕